SPX昨天说明价是4981.8 没有跌破昨天开的第一条片4915 所以获得全部7元金 是靠的所谓费是62EU 今天开了一单 今天是卖一个 Sell Core Spread SPX的 第一条片是5075 第二条片是5125 基元金是0.7 今天之所以卖Code的主要原因的话 就是因为价钱不合适 SPX的价钱不太好 如果说像昨天的收盆价是4981 如果说你加90个点的话 我现在是加了90个点 卖到这里 卖到这里是5075 是加了93点个点 如果说你卖Sell Core Spread SPX的 90个点的话 就等于是100个点 就是4900的样子 基本上没钱了 在这个位置就没有钱了 所以说没办法 概率的话 尽管现在也是在涨 涨了30多个点的话 你扣掉了30多个点的话 相对来说的话 做这个还是风险小一些 5075的卖领的话 概率也只有突破它的概率 也只有4%不到 就像4%嘛 就突破5075的概率也是4% 从你来说的话 概率是核旋的 如果我做到5075这条边的话 如果我做到5075 它如果突破5075这条边的话 就等于是相当于 需要涨超过1.87% 现在IoA的话 还是0.708的样子 IoA还是0.77这样子 所以说还是个高概率的事情 是打不到 是打不到这条边的 大概率的事情 是打不到这条边的 就是7元金 尽管不是太多的话 但是相当于是标准 因为总转率到这里的话 有90点 接近100个点 1.8几 所以说看它接下来怎么走吧 它如果说你这么看的话 如果说它高开的太多 30几个点的话 1930几个点 是52502几 30个点 501几 在这里 501几 如果在这里高开的话 那就没办法 这里是50个点 总体来说别做 要么呢 这单呢 要么就别做 要么你做的话 只能买这里 买在上面一点 也就没钱了 也就没意思了 1007已经很少了 再看一下 如果再上面一点的话 507 508 508的话 就基本上没钱做了 不要这种情况 所以说 看看怎么走吧